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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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们是双动前夜乐队 我是吉特首好信 吉特人多 今天特别高兴 给大家带来一款新产品 5Live VBIT 干什么用的呢 现场演出的时候 所有的音效啊 背景音乐 包括 MIDI 的发送 可以实时控制灯光啊 所有 MIDI 能控制的设备 最主要的 视频 整个后边大屏的视频 能跟所有的音频 MIDI 全程同步 不用再攒一些什么电脑啊 生卡啊 烂七八糟的 包括调音台 一堆硬件 也麻烦 一个全倒定 OK 给大家介绍一下 VBIT 的应用场景 基础应用场景就是 乐队排列演出 自动播放 同步播放 节拍器 背景音乐 MIDI 输出 控制一些周边的设备 在Library里边 它就是每放一首歌 结束 它自动就停了 你每两首歌之间 乐队成员探讨一下 刚才歌排的怎么样啊 完了 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啊 这个时间是可空的 它不能自动顺序播放歌曲 稍微高级一点的应用场景 就是Playlist 用Playlist就是 我的排练和现场 全都是每首歌顺序播放 每两首歌之间 是没有间接的 是即时播放 换言之就是 两首歌之间 只能是顺序的 特别迅速的 大家做好准备 可能是这样 更高级一点 版本的场景 就是在Show Show的概念就是 它能 事先设定好 你所有的 排列演出的 歌曲顺序 它跟 播放列表的 区别在于哪呢 它能设置Sine 每个Sine就是每个场景 你都是时间设定好的 你每首歌 它的与背景视频的同步 是如何设置 但是在每两首歌之间 你的 困格的时间 是也可以精确到秒的计算好 比如说 两首歌之间 主唱需要与 观众互动 那你有几十秒的这个时间 我都设定好 每个月的成员也都 烂熟熠熊 这个心知不明这样 整个全场只需要按一次 Play键 整场就不需要再控制了 这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音乐人 现在都需要有的这种功能 第三个场景 就是如果比如说你是乐器老师 吉他贝斯啊 或者阳琴啊 都可以 上课的时候 尤其是大课 或者是masterclass 它能同步无限的投屏到 你现场有的大屏啊 或者是iPad上 同步播放 核心进行 还有歌词 这就非常有用了 你现场的时候 主唱比如说词没背下来 那就可以前面隔音iPad的 实质地看着可以唱 当然这非常不推荐 Bbit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下边这四个物理钮 第一个钮是控制所有的总输出的输出量 这三个钮是用来控制鼓手耳机里边的分别是 PA的声音 剪裁器的声音和背景音乐的声音的输出量 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的 显大显小自己去调整就可以了 那今天特别高兴给大家介绍Bbit这款新的产品 同时呢我们双动弦乐队也非常荣幸的成为了这款新产品的代言人 我们会在即将开始到我们2023年的全国巡回演出的路上 一直带着这款特别好的产品 相信呢这款产品能让我们给大家带来更专业和严谨的演出